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使用时会传染给它 自从我改吃带庄肌肉后 我生病了两次 他在视频中说道 我认为第一天没有什么问题 但当你把它带回家 放在柜台上冷却后再放进冰箱时 我认为它就会滋生细菌 他继续说 以前的容器是让肌肉放在汁液上面 而不是仅仅放在热的塑料的 充满化学细菌的汁液中 我再也吃不到了 新年早些时候 Costco将其烤机包装 从塑料翻盖包装 改为了使用更薄的塑料袋 以减少塑料使用量和浪费 最初顾客抱怨袋子漏水 并担心将烤机存放在冰箱中 根据客户报告的泄露情况 消费者报告深入研究了 这些袋子是否安全 根据消费者报告 专家表示 如果泄露的肌肉汁液 泄露到厨房柜台等表面上 它本身就可能成为细菌的滋生地 还有人担心塑料包装会将化学物质 渗入肌肉本身 任何形式的长时间加热 都会导致一些塑料添加剂 渗入包装食品 并导致塑料降解 一些观看视频的人很快指出 如果存储不当 任何热食都有很大的机会滋生细菌 一位评论者写道 在台面上冷却会让细菌滋生 直接放进冰箱中快速冷却 其他人也表示 如果他们在食用Costco烤肉时 同样感到不适 不是是肌肉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生病了 一位评论者写道 以后再也没有吃过 我吃了上次在Costco买的鸡肉后就生病了 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买过 一位用户复合道 我没有想到可能是因为袋子 一位评论者写道 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前两次也生病了 我以为这只是巧合 看了这个之后我更加确信了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可以更好的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的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来自BC省卡罗纳地区的一位父亲 近日因为自己13岁的女儿 在沙滩上遭到了一伙人残酷的殴打 而怒不可遏 她要求对这次毁灭性的袭击 提出刑事指控 而且多名旁观者拍摄了该视频 根据CTV的报道 视频显示一名女孩被数十名青少年围攻 被打得不省人士 我亲眼目睹了女儿被打得差点死掉的两分钟 大约有20或30个孩子 他们决定最好把这一过程录下来 然后嘲笑她 受害者的父亲Donovan说到 报道中并没有透露她的姓氏 以保护女儿的隐私 她说她看到女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视频 她哑口无言 而其他人则在视频里嘲笑她 咒骂她 她才13岁 Donovan说 这才是她上高中的第一年 她甚至没有和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一起上过学 这一切可能都是基于我能想到的社交媒体 她说 事件发生当天 她的女儿在9月27日晚上8点30分左右 被朋友诱骗到海滩 她打电话给妈妈寻求帮助 但为时已晚 救护车被叫来送她去医院 我不知道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才会遭受这样的对待 Donovan说 我不知道任何人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会遭受这样的对待 看着这件事太可怕了 我希望人们能够看一看 这样他们就能相信这件事 女孩目前肋骨受伤 脑正荡 但她的父亲担心 她可能再也不会感到安全了 从身体上来说 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治疗 父亲说 但从心理上来说 她开始接受治疗 我不知道我的女儿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才能信任别人或再次出门 皇家骑警表示 他们正在审查事件的非常清晰和详细的视频 以确定所有的涉案人员 包括主要攻击者和目击者 他们指出 这段视频在当地社区的网络上广泛流传 皇家骑警确诊 事件发生的那个晚上 在城市海滨公园附近 一些青少年犯下包括袭击和恶作剧在内的多起刑事犯罪事件 这次袭击是其中之一 他们要求任何了解袭击情况的人 包括任何尚未与调查人员交谈的目击者站出来指正 东南文呼吁对肇事者提起刑事指控 以免这种事情再发生在另外一个孩子的身上 我们需要发送多少条信息 说这件事也发生在我女儿身上才能采取行动 她说 这太荒谬了 在安静祥和的瑞士苏黎市一起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 让这座城市陷入了震惊 就在10月1日中午时分 一名23岁的中国男子 在苏黎市市的奥里肯区 持刀袭击了几名托儿所的幼儿 根据警方发布的消息 三名年仅5岁的男孩在袭击中受伤 其中一名伤势严重 另外两名受轻伤 这些孩子在现场接受了紧急治疗后 被迅速送往医院 目前伤势严重的孩子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危急 18时 一名托儿所的工作人员 正带领几名孩子前往日托中心 突然遭遇了袭击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孩子们和护送他们的工作人员 根本来不及反应 然而 日托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在一名路过的男子帮助下 他们迅速将行凶者制服 并一直扣押至警方到达 警方在事发后迅速赶到 将这名男子当场逮捕 并展开了全面调查 虽然行凶者的国籍和年龄已经被公开 但他的作案动机依然沉迷 瑞士警方目前正在深入调查 试图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 查明其动机是否涉及个人问题 精神状况或其他因素 此事已经曝光 立即引发了广泛关注 瑞士媒体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指出这一袭击发生在 奥利康区的一条居民区街道 附近是一片安静的住宅区 靠近一处处理外国人 居留许可的移民局办公室 这一地区平时非常安静 犯罪率极低 因此这一事件的发生 令人倍感意外和不安 特别是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在瑞士极为罕见 此次事件震惊了整个社会 一些目击者向当地媒体讲述了 他们在事发时的惊魂经历 一位路人表示 突然听到孩子们的尖叫声 紧接着许多警察迅速赶到现场 街道被封 场面十分的紧张 而一位托儿所中幼儿的父亲 则交集地告诉媒体 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怎么样了 警察让我离开现场 只告诉我孩子没有受伤 但我至今还没有见到他 在袭击发生后 当地警方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 并部署了心理专家 未受影响的孩子和家长 提供心理支持 同时警方也呼吁市民保持冷静 表示此次事件是孤立的 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进一步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 瑞士极右翼政党 瑞士人民党 借此事件 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政治讨论 呼吁加强边境安全 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里格尔专门为OMNI委托进行的一项 民地调查发现 近三分之二的移民 也就是67% 特别是在加拿大居住超过6年的移民 支持更加严格的国际学生政策 特别是在南亚移民中 支持更严格政策的比例 跃升至77% 然而一些已经在加拿大的学生 却感受到了压力 安示中国公民三年前到多伦多攻读商业学位 他说 最近毕业公签的申请资格标准发生了变化 这让他担心自己的竞争力不够 似乎强制性需要攻读硕士学位 国际学生Sherry Cash表示 新的政策变化也影响研究生 导致加拿大人对新人才的吸引力下降 然而国际学生正成为有关移民 对经济影响日益激烈的争论的核心 而这一问题可能会在加拿大人 前往投票战时发挥关键作用 OMNI legal 民调发现 芭城的移民认为 移民问题将成为下届联邦选举的重要议题 而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 选举中提出的移民政策将影响他们的投票方式 移民部长马克米勒 昨天接受OMNI news采访时回应民调数据 他很高兴听到对近期措施的支持 但表示措施需要发挥作用 我们不会根据民意调查来做所有的事 很高兴知道这项措施很受欢迎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措施是否真的有效 我们暂时看到这些措施正在起作用 它使国际学生签证计划更易于管理 部长告诉该新闻台 加拿大联邦政府从今年1月开始限制外国学生 随后又出台了限制措施 旨在控制临时居民数量 然而尽管民意调查显示 人们普遍支持严厉打击 但也有人指责沃泰华将国际学生置于危险境地 约克大学难民研究中心主任Evam Sun表示 他并不反对限制国际学生人数的必要性 但他批评新政策的动荡推出 强调缺乏与国际学生的协商 加拿大学院和研究所Michael McDonnell补充 该部门和各省缺乏合作令人生感担忧 提到最近对国际学生计划的改变 将使学生面临的许多紧迫挑战 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